各级学校将在2月13号开学 尽管疫情已经趋缓 但考量到学子开学后 要有安全的赌制环境 华林市公所配合环保署的指示 从9号起一年两天 针对辖内39所的学校幼儿园 展开校园周边消毒工作 清洁队员穿起防护装备 拿着消毒喷枪 在校园周边不停进行请消作业 各级学校将在2月13号开学 尽管疫情已经趋缓 但考量到学子开学后 能有安全的读书环境 华林市公所配合环保署指示 从9号开始一年两天 针对辖内39所学校及幼儿园 展开校园周边消毒工作 基本上我们还是以我们校园周边 因为毕竟寒假还算是 校园封闭的一个部分 那在开学之际 我们也是接到我们中央政府的一个公文 也是希望以校园周边来做一个清销 那我们也希望说在后疫情时代后 也希望我们彻底做好我们消毒的动作 那我们今天清联队也派出了我们三组的一个消毒的人员 那在我们校园周边都会做一个彻底的一个消毒 那也确保我们学生的一个安全 市长威嘉燕表示消毒工作虽然做得滴水不漏 但防疫工作还是要师生与家长一起来遵守 包括个人的卫生习惯与校方对于疫情的处置 以及家长的配合 唯有大家携手抗疫 落实防疫措施才能避免疫情再度升温 记者徐立琴 华联市报导 感谢观看